主言主的民族 你们要宣扬上主的荣耀 他有面中招叫了你们 进入他奇妙的光荣 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诗灯彻与你们同在 圣诗灯彻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在宝路去传教 遇到一个人 名叫阿波罗 那在阿波罗他也学习了耶稣基督的道理 他也积极地去传教 不过他只认识若汉的洗礼 若汉的洗礼 那来了一对夫妻 布里斯基拉 叫做什么人 布里斯拉跟阿贵拉 他们已看到了阿波罗是这样的 他们就带领阿波罗 要介绍 让阿波罗更认识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想在我们的 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团体 可能有一些人也知道一些的道理 可能他得到的也没有很完整 别人可以来帮忙 需要的是什么 是谦虚的态度来接受别人的带领 我们要学习阿波罗的态度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隐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宗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 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赚足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炼我们 顺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圣父 你的圣子圣天使 曾允许 曾允许要派遣圣神 给宗徒们 他们从他手中 接受了 无数的神恩义从 因而了解天上的势力 求你现在赏赐我们 同样丰富的圣神恩从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宗徒大事录 保禄在安提约基 住了一个时期 又出发 依次经过 加拉达地区 和弗里基亚 兼顾众位门徒 有一个生在 亚历山大 底亚的犹太人 名叫阿波罗 很有口才 精通圣经 他到了恶佛所 这人学过主的道理 讲论耶稣的事 心神火热 教训人也很详实 却只知道若汉的洗礼 这人在会堂里放胆讲论 普利斯拉和阿贵拉听了 就把他接来 给他更详细地 讲解天主的道理 阿波罗有意 往阿哈亚去 弟兄们都鼓励他 并且写信给门徒 请他们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依赖恩宠对信友们的帮助很多 因为他经常有力地 当众博导犹太人 用圣经证明耶稣 就是墨西亚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万民你们要鼓掌 以欢呼的歌声 预声宋扬上主 因为上主 至高至尊 可敬可畏 是统治大地的伟大君王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因为天主 是普世的君王 你们要欧歌赞颂 天主坐于 神圣的宝座 天主为王 统治万邦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万国的领袖 集合起来 成为亚巴郎的天主子民 因为大地的权贵 都属于天主 唯有天主 至高至尊 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祂美术 祂美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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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美术 祂美术 主说 我出自父 来到世界上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祂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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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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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宁得心灵同在 共度圣若望福音 如愿光荣归于您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定赐给你们 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求吧 必会得到 使你们的其乐得以圆满 我用比喻对你们讲了这一切 当时候要到 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了 而要明白地告诉你们 关于父的一切 到那一天 你们要奉我的名 祈求 我不向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因为父自己爱你们 因为你们爱了我 并且相信 我是从天主来的 我出自父 来到了世界上 现在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上主的圣言 最多我们再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在三月四月 我们生母公园种了 铁白荷花 那这白荷花 长得 今年长得特别 特别好 高度超过 我的高度 快两公尺 对快两公尺 那因为它长得高 风来的时候 它就很快就倒下来 其实它 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倒下来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买了竹子 把它插到土地里 以后呢 用绳子把这些白荷花 一个一个的绑起来 绑在竹子上面 所以这些的 这些花 可以站立 可以站得好 开花 开得漂亮 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相互求 祂也说了 我不是说我会为你们求 为你们求父 你们自己求吧 因为父爱你们 因为你们爱我 你们也相信我 所以你们就跟父在一起 这让我想起 耶稣好像是一条山子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爱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把我们 把门徒们 跟天父 绑起来 这些门徒们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 因此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 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就跟天主 跟父 好像被绑在一起了 那到了那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 其他的人来帮助我们求父了 所以耶稣就跟门徒们就说了 我不会为你们向父求 你们自己求吧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就生活在父的爱内 你们跟父在一起 你们就直接求吧 你们求 你们会得到 所以耶稣 把我们 因此爱 爱耶稣 因此相信耶稣 把我们 与天主 连结在一起 耶稣 也向门徒们说 你们求吧 你们求吧 你们会得到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求了好恩赐 但是我们得不到什么 没有得到 不是得不到什么 没有得到 我们所求的 我自己经验 我以前 要求 但是我求的时候 就是在那边 好像像爸爸一样的 在那边要塞奶 天主啊 求求你啊 求求你 这个是我求的方法 而不是在那边 要闭着眼睛 求你 没有 那我就是一边走路 一边什么的 还是在心里面 会就这样的 对爸爸的一个渴求 天主啊 求求你啊 求求你这件事 我去伊斯利尔 第一次去伊斯利尔的时候 因为时间紧迫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看一下 就马上上车 看一下马上上车 我一路上 我一直求 天主再给我机会 我要在这里 要好好的 惊吓心 可以在这里祈祷 过了不久 两年之后 我发现我在耶路撒冷 比较长的时间 我一直看了那个 阿里斯多德的 他的那个生平 就觉得这个人 是非常非常好 他真的生活 好像是基督徒 耶稣还没有出生 之前的基督徒 以后很想的去那边 去看他 去到他的地方 那就开始求啊 天主啊 我真的很想去这个地方 求求你啊 我想要去这个地方 不久 也不到 等 不需要这么久 不到一年 我就到希腊了 那这样的 我们 我 我求的就是这样的 好像是一个孩子 像 像 爸爸 这样的 塞奈的方式去求 耶稣说了 你们求 你们就会得到 但是我们经验 告诉我们 我们向天主求 求恩赐 但是我们所求的 也没有得到 我们可能就开始抱怨 天主你不是错了吗 耶稣你不是错了吗 要求要得到吗 是什么时候 我要得到 天主 对我们的需求 更了解 圣奥斯定 他的祈祷 他的祈祷中 他就说 天主认识我 比我更认识 天主认识我们自己 比我们认识自己 还更深 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所求的时候 我们所求的 可能我们没有得到 但是 天主知道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就给我们 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以开放的心 接受天主 在我们生活中 要满全的一些事情 要开放 接受天主的安排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散播 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取子 皆以你的执意 为全神 受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宁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终身持光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和家领寿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之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及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进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疑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祝福圣子及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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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心有盼盼